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念念关心的人 心中所说的世间愚痴语言 你根本还不认觉体 你怎么会知道世间法相呢 就好像在静色之前 你根本不认静体 你站在静色的妄想执着 你想要在静色的执着之中 想要明白一切静色中的 种种一切的法相法义 那绝无是处 因为你躲在哪一个静色 就受如是静色夜感束缚 你站在不差别的夜感束缚之中 你想要说了解一切色相 是决然是痴人说话 所以叫你先去证得尽性 所以有的人就误会了 他从来不习惯于 站在绝体上参的人就会误会 难道只要证得尽性就好吗 是因为过去给你讲尽性 你还不见得能懂 所以起先说用尽性接应你回光 当你真正正道尽性时 哪个尽性不照色 你自然就照色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色 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所以不是说先叫你们大家 只是令令之间反观决体 难道只是这样的反观 就是一切佛法的精髓吗 等到你真正有一天 水边淋下积变多 都知道是觉醒时 那才开始从此以后 叫做道价此行 回入娑婆时 你才能够敢担当一切感受处 因为你站在根本的绝体之中 你才知道什么缘故黑 什么缘故白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世间法义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一切世间法相 但那个时候知道一切世间时 那岂是说在你心中 还真正有一个世间 在你心中这样子分别吗 不是 那个时候的智慧 它全然了解就是一个觉体 觉体现前就是世间 其实世间就是觉体 方便说世间时 它从来不暧昧觉体 方便说觉体时 它从来不断灭世间 这叫做圆觉 这就叫做圆觉 所以这里面就无二无别 本来就是它的应用处 本来它就是决心现前处 只要怎么回光 就在大字 就在方字之中 念念去体会 念念观察 连一切法门之中 你都不会去 在任何世间之间上面再说忘解 你都会在一切法门 一切明相之中 都是在心性的作用之中 如实皆是 这个人总有一天 他会破去过去的 所有一切众生之间 那所有的一切 世间夜感的造作 那个在观普贤 菩萨行法经中 就叫做破坏心意识 那种破坏不是只是在破坏 那种破坏是在根本 心性的智慧中建立 因为在心性的智慧 建立过去的夜感 自然就坏 所以破字当下一定要知道立 你立了根本出世的善的善建 那过去的恶建自然破 你想要破过去的恶建 就要在立将来出世 真正圣人的支建上面 说中中破 所以他绝对不是在破中说破 他是懂得如何建立 所以说破 所以这是什么 这你慢慢体会到 决心就是如此 决心的作用就是如此 当你能够明明白白 对在一切法中 看到决心的作用都是如此时 你就叫做决心者 你就是在念念观察心性的人 你叫念念观察决心 所以能够如是 决心的作用 咪汉 我 刚变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